爸爸知道作者小宝观天下大部分12岁女孩在妇女的因素下频繁而快乐的成长 然而现名12岁的药与美国女孩三岸妈并拍子Loney T-Sign 却已经肩负起了玩家糊口的重任 依靠天才般的舒畅技巧 三岸妈在YouTube上拥有自己的频道 在NZ上的粉丝数高达31万 她依靠网络时代很重要一笔 也成为妇女的摇权术 萨拉娜凭借独特的舒畅和MV吸引了大量关注 有人得了粉丝们的亲爱 粉丝都称呼萨拉娜为娜娜公主 不过与其年龄不符的成年和表演方式 也为她带来不少争议 比如胜负 表演时手持现金是萨拉娜的特色 她经常在网上发布一些胜负照 5月4日 萨拉娜发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她自身爆料现金中 并配人称 没时间去会朋友约会 因为我和前约约 照片在短时间内 就获得了两万个点赞 但也引来不少网友的批评 萨拉娜住在德克萨斯珍西斯顿 从小就是一名嘻哈爱好者 她的萨拉娜的父亲及女胎子 是一名猪导生 也是一名嘻哈爱好者 她非常支持女儿的爱好 2015年 年轻九岁的萨拉娜 拍摄了五段手持现金歌唱协议的视频 最近仅以她将视频分享到网上 没想到见令名为的萨拉娜依稀口红 但真正引起网友关注的 人是萨拉娜的说唱剧巧 图由萨拉娜在拍摄 说唱发言以纽约贫困的非议美国人继织区 包含泛乱俚语 并不适合一名十二岁的女孩吻唱 不过萨拉娜会把歌词中的一些词汇去掉 便得属于自己的文章进行演唱 没想到收获了意想不大的效果 不少网友对萨拉娜妹妹的胜负方式感到当奸 让人十二岁的女孩 本应该无能无力地生活 现在却过度陷入金钱的悬泳 他每段视频在表演说唱 但也在胜负 有网友批判饭恶恶的父母 过度交费着女儿的名气 不过也有网友欣赏饭恶恶的才华 表示希望他是我的孩子